年僅十五歲的女兒失聯八天 媽媽焦急的在派出所等待 畢竟當天穿得很輕便 甚至只帶了手機跟鑰匙 連最重要的錢都沒有 悠遊卡餘額也沒少 就這樣失聯 難道是有人接引 回退時間線 孩子國中會考完 六月八號放暑假 月底還開開心心 跟家人去澎湖玩 結果到了七月一號 早上十點多 跟爸爸說要出門買早餐 中途也有跟媽媽傳訊息 但不到一小時 就再也沒了音訊 直到七號以為有希望 手機定位跳出來 又馬上消失 再度出現 從原本南寮新月沙灣附近 又跑到桃園歸山 讓家人懷疑這是不是求救訊號 當時15歲少女就是從林口搭了計程車到盧州這一帶社區 但是因為社區沒有安裝監視器 導致找人難度提高 除了透過定位也已經通報桃園新竹警方 附幼隊也積極找人 甚至到社區附近查訪跟調閱周邊監視器 看能不能找到蛛絲馬跡 如今還是沒下落 到底這段期間人跑去哪 難道真的是被人誘鬼 還是單純貪玩 警方表示放暑假 國高中生都愛跑出門玩 想避免找不到人的情況 父母親平常就要多了解孩子的生活圈 交友狀況用關心來拉近彼此距離 避免想找人卻不知該聯絡誰 TVBS新聞黃金國也順分新北採訪報道